一天夜晚老司机侦探正在家里戏毒世界侦探推理名著文库偏使的伤痕 突然接到小区保安狗二哈的报案 狗二哈说因为今天轮到自己值班了 所以自己在小区里四处巡逻 结果突然听到周围有人大叫黄头发 于是他循着声音前去查看 结果发现一个消失的身影 转头一看著名M78星云企业家Seven Ottoman躺在雪坡之中 老司机侦探经过一番检查迅速锁定了三名协议人 他们都是黄头发 来自动物世界的爆老板 Seven Ottoman的竞争对手 有人刚看到前几天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来自海底世界的松鼠妹 Seven Ottoman的贴身秘书 但Seven脾气十分暴躁 时常有人看见他在辱骂松鼠妹 最后一个就是前几天刚刚搬进来的鸭身事 他昨天向Seven Ottoman的公司求职 但是还没开口就被拒绝了 你知道谁是凶手吗 其中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究竟又是谁借着这暗夜犯下了这宗案情 五秒后揭晓答案 凶手是鸭身事 因为爆老板和松鼠妹都是Seven Ottoman熟悉的人 可以直接说出名字 但鸭身事因为求职还没开口就被拒绝了 所以Seven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只能说出外貌特征 黄头发 而鸭身事因为求职被拒 对Seven产生了怨恨 所以趁着黑夜杀死了他 小司机明天就要过生日了 所以老司机侦探决定为小司机亲自做一份蛋糕 老司机现在手上有两个计时的沙漏 分别为一个七分钟的和一个十一分钟 然而糟糕的是蛋糕的烘焙时间需要15分钟 如果时间稍长或稍短 蛋糕就都会被毁掉 老司机侦探要怎么做才能保证蛋糕恰好烘焙15分钟呢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答案下期揭晓 上期答案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小花死于自杀 凶器上的指纹是她自己的 亲自的